白天有这么多好吃的传统小节 其中围在台东路一间大当蚵仔蜜山 是这么多在地人都吃的吃的主意 老板娘自己建国配方 用朝天椒下去炒的险酱油和险酱酒 让这么多人都非常感激 老板娘说可以做自己有竞争的事情 还可以受到人家困典 也让他的生理是哪做 哪有成就 刚刚好 切切的又香香香的炒豆腐 和上豆腐又看起来是非常好吃 在北港城台东路这间小吃店 无论是炒豆腐 大当蚵仔蜜山 都是老板娘自己演化这种 好吃的口味也去他们吃多市场的人客 大当啊 这个好吃的啊 怎么好吃啊 这个又很Q感 更香 更香 更好吃 我喜欢吃他们这里的臭豆腐 因为他们的这里的臭豆腐很脆很酥 然后他们还有特制的酱料很辣 你跟他吃什么 炒豆腐啊 炒豆腐啊 那个蚵仔蜜山啊 那是怎么好吃啊 因为我们这些 它滴了很脆的味道 味道也很好啊 它的炒豆腐滴了很滷味啦 很香 也特制辣椒 特制辣椒很好吃 路土腐滴了就像那个气味 緊直到屁股 土腐滴了 头捞不好口 老板娘发挥做菜的 幸福 也会赴肉 又好吃的口味 而且对微生安全都很有程 就是希望客人可以吃得安心 因为现在 土腐秘虎的 也吃鵝肉 吃小的人是一隻 一隻三隻好煮味 包括路大床和新鮮的鵝肉 不但是點來的交白 近是人家最愛的口味 我們的客戶都是一試乘主顧 來買麵線的幾乎都 很多都是要在 特別在加乳腸 加10塊20塊30塊不一定 就是表示我們的乳腸很好吃 客人的反應就是這樣子 要在沖門傳統社會的北港創藥 實在不簡單 但是有對料理的熱情和用心 可以讓大家吃到最在地 和最安心的料理 大家也可以加來香醬 吃這款真真味 記者 鄭怡婷 彩虹伯德